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是复活节 所有同工问到我牧师 你有一个讲的什么特别题目吗 我说我们就讲清新的有福了 牧师 因为我要强调的是有福了没有错 那后面一句话对我来讲是服侍到现在 我一直看重 也因为我服侍 或是甚至因为这个缘故 我成为一个出来服侍的人 清新的有福了因为他们 你看见我神吗 当我们每次讲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 我们说你是昨日今日永在的神 不过在你过去的教会生活经验里面 我说信主以后 你能看到你的神 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同心的神吗 没有错 我们有困难到祂面前 但你相信 但你经历过神对你说话吗 神回应你吗 或是更加在一个困难当中 或是一个极大的寻求当中 神耶稣基督自己向你显现吗 最近看新闻 大概你很难不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 好几个要出来选举人都说 因为是他们的神告诉他们要出来 当然现在我们这个新闻上面做了很多的文章 问题是好几个候选人都说是他的神 那问题是同一个神叫几人出来 那倒是谁选上呢 其实这也成为基督徒很多的矛盾 好几次以前我们打球的时候 对方也是基督徒 我们也是基督徒 那谁要赢呢 一个赢不赢 一个赢一个不赢 神不太公平 两个都赢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两个都输了以后那更糟糕 所以到底你的神在 如果你没有认识他 当然我知道 因为从圣经等等等等 坦白说 你碰到人生的问题 我小时候不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吗 当然我不追求是一件事情 纵然我不追求 但是我认为以我头脑对神的认识 说要让这样的神带领我人生的生活 我坦白跟你说 我不感觉到 特别说牧师这些多年来 真的问了这么多 弟兄姊妹问我传染 大概就几个问题 牧师啊 为什么 我心想说我不要解答你的为什么 我自己的为什么 我也解答不出来 很多弟兄姊妹问我怎么办 当然 新起来许多叫成功神学 新的许多叫做 叫人的心能够得一点安慰的 所谓心理学 这现在成为教会很热门的 一个叫做所谓的福音 坦白说回到最后 就是这个人经过这些困难 或是这些问题都解决 请问经过这些困难 他真的更认识神吗 他跟得更像神吗 每个人都需要神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二诗篇一到七节 诗篇二十四篇一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处在其间的 都属耶华 他根本 cortar 才能 Alliance даже得不清 因为你可以去 一切 好的 至于 着 你 看 закры 众神们啊 你们要再起回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再起起 那如果要的王 才要起来 这段经文 特别从第七节以后 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都很熟 很多是我们的祷告 很多我们的诗歌 我们都说 众神们啊 永久的门户啊 要被举起来 但是从解经的角度来讲 如果前面一到六节 你我弄不清楚 后面那个只是喊喊叫叫就是 只是成为一个宗教的 一个所谓的口号 成为一个自己安慰自己的 给自己打气的一句话 是因为前面的六个六节经文 因为这六节经文告诉一个人 为什么他要遇见神 倒过来七节开始 是一个遇见神以后的人 他所发出这个所谓的见证 发出的欢呼 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需要遇见神 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 不论你在哪一个宗教 哪一个信仰 你足读这个所谓的社会学 或者人文学 不论哪一种的文化 哪一种族群 都叫做有神的观念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他的根不在于他的父母 不在于他的祖先 他的根在于更上面 更久的 更高的 那一位是谁 对了 我很感谢我的祖先 但我常听到祖先 他拜谁 所以感谢他一件事情 他拜的那一位 我要不要拜 是另外一件事情 还是拜比较好 但是你真知道 你拜的是谁吗 你真知道 你所信的这位神 是怎么样一位神吗 直到你找到你人生 你的根的时候 叫root 找到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在整个人生的目标 方向等等 你现在不在东飘西飘 纵然你有一个信仰 纵然你有基督教的信仰 我认为 起码从我自己的了解 我没有遇见这位所信的神 基本上 你看我们人生多少问题 考试也是问题 上班也是问题 结婚也是问题 什么都问题 然后问题有 就问谁 问问亲戚朋友 问问一些 甚至问一些不信嘘 甚至说不行 这样的 我的那个水很灵 我要不要帮你算一下命 我常觉得旧徒 所谓的 他的信仰 被淡化 或是被童化 不一定我们要跑到拜偶像 其实在整个生活的里面 我们已经与偶像就接触在 因为我们所知的很多朋友 他们还不认识这位真神 所以圣经告诉我 是我们把他带到认识这位真神 不过倒过来 我们并没有把他们到真神面前 是我们到时候被他带到 他们所信的神的里面 所以你的根 就从创造而来 第二个 这边所讲到的第五节 他是赐福你的神 他用蒙他拯救 神使你成为义 当然一讲到福 就讲到许多blessings 包括你的生活所需 包括你的工作 需要的才干 能力 智慧 包括在这种困难当中 你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耐心忍耐 不要灰心 不要上胆 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位神 当我说没有找到的时候 可你现在还是说 我早就信耶稣 我受洗这么多年 不还是说 你找到这位神 不仅是你找到这位神 你的生活会有个改变 有个蒙福 坦白说你的生命会有个改变 后面一句话讲说 又蒙拯救他 神使他为义 你觉得你的生活里面 做任何决定都没有遗憾 甚至你觉得在做一些决定 出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心中正有一个叫做 良心来的平安吗 或是先不要讲神了 你有一个能够从神来的笃定 你有那个叫做无愧的良心吗 因为你知道这样做 不是应付你的良心而已 你这样做是神所冤难 我常发现地中准备说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这是一个事实 但如果这个事变成一个口号 牧师跑路这样说 立志我可以 今天我只要立志讲 行善本人就做不出来 你觉得圣经是这样的 神的心是这样吗 指出我们的困难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导坏目的是要么 行善也由得我 那问题是你有行善的力量吗 事实告诉我们 起码欧永良没有这个本领 从修养 从一个宗教的情操 从一个叫做所谓 做基督 有个好见证 你要爱人 对人温度 不过心中气得要死 怪不得主耶稣说 你们以为杀人才叫杀人 我告诉你 你恨一个弟兄 你已经杀人了 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后面还有这么一句话 这边所说的 第一 那牧师讲了半天 你讲的是对 牧师我不是没有寻求过神 我寻求不到就寻找不到 所以最后一个理由是说 寻找不到 那我试过就算 我相信你试过 我相信 我告诉你 你也会相信我 我试过 而且我试了很多次 唯一的 可能跟以前不一样 可能你会说 算了试这么多 没有就算了 但我说我试这么多 没有 但是为什么其他人有 为什么教会里面的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这些人都遇见了神 为什么这一代 我看到好多被神使用的 都遇见了神 为什么整个圣经 这些被人兴起的领袖 都遇见神 为什么就是我不能够遇见你 我没有放弃 我也发现很多没有放弃 因为这些人知道 遇见神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 因为神定义让我们遇见神 如果我们不能够遇见神 神一定会告诉我们 遇见神的方式是 或者能够遇见神的原因 是什么 所以这边用句话说 就是守 谁能够 第三节 第四节 谁能够遇见耶和华的山呢 谁能够站在祂的圣所呢 二十七篇我很喜欢 不是后面 七节到后面 我很喜欢是前面一到六节 因为我真知道 如果前面一到六节 我没有领受 后面那个 我是喊喊叫叫就是 谁能够 就是守节 清醒的 不像虚妄 启示 不怀诡诈的人 换句话说 这个人在神面前 他所做的 都是real 真实 他们出去带着人力 他们出去带着 对神的那个热忱 因为他们不是知道 神要他做什么 他知道 这位要他做 这个性的神 是怎样一位神 我们的青年牧区 在下午 应该是三到五点吧 还是两到五点 他们在西门町 接着三个钟头的场地 然后有一个半钟头 就布道会 然后这人 有敬拜赞美 然后这四人 站起来做见证 按我所思的 没有什么叫大讲员 然后我还有 全部人走下来 包括青年牧区 就在整个西门町 个人布道 你说这人很有本领吗 很有才干吗 很有布道恩赐吗 你觉得这人很有胆量吗 我怎么这样说 我很喜欢 我们的教会的青年牧区 不见得你们喜欢 因为做法不太一样 我很喜欢他们 我喜欢他们中间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才干 因为属灵所谓的很老练 我知道他们心中 有一样东西 他们的灵里面很真诚 他们认识的神 是怎么样的神 他就大胆地去讲这位神 这位被他们做见认神 因为他们讲的这么真实 这位神就要从他们身上走出来 刚刚这个人所讲的神 就是我 这叫做见证 不是拿一张文章来说服一个人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多种的所谓的讲习 很多的种布道 都是用reasoning 我不说讲 不要用这个所谓的讲这个道理 但你真的 你可以用道理讲出这位神吗 除非你让那个人能够经历到这位神 但如果人 那个人能够经历到这位神 因为他愿意把他信心 这个时候放在神身上 这时候需要有个叫做bridge 有个桥 有个媒介 他借着你啊 感谢主 诗人在那边喊了这件话 当他找着这位神的时候 当他遇见这位神的时候 他发现他人生的根找到了 他人生的把握 所需要一切 已经有供应 他知道他今天可以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不仅做神要做神 他的心都是对的 以至于他大喊一句话 众臣们啊 抬起头来 那时候我的argument是在这 为什么教会不能够抬起头来 为什么基督徒出去跟不信朋友在一起 抬不凑 我们一吃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刚把头抬下来 一张开眼睛肉都不见 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就这个样子 我们的生活 知识不是不够 属灵的知识不是不够 但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属灵生活 跟我们的属灵的生活 是脱节 我相信各位应该碰过这种历史 我做牧师更多 用报警的话叫来告状 牧师啊 我的老板是怎么样 最后他朋友说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为什么叫为什么 我老板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我可能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 教会真正让人蛮失望 但是我说 既然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 放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继续走在一个叫人失望的 这样一个信仰里面 人家在职场说 我们跳场 每个人都说 都是恭喜你的 那时候有些开办 你要离开我们这个将要沉的船 所以人家跳到别的公司去 我不同意 我也不赞成 我在一个沉的船里面 呆到 然后最后这个船沉掉 如果大家 如果我们认为教会 有这么大的困难软弱 我一定要问 谁叫教会抬起头来 倒过来 如果神来到我们的教会 底下我就问了 谁叫神 谁能够 或者我们怎么预备 叫神能够进来 Graham Cook 他写一本书 我请教会做一个翻译 神圣的挑战 今天教会很喜欢 神的来造访 因为每次神来造访 都有点好处 但是神不太愿意 神来住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喜欢 神让你来造访我们 Inhibitation 不 那个叫做Vegitation 但神说 OK 我来造访 你们教会 这样我就住在你们教会 一听 神要不要 你造访我们就好 你不要住在我们 一说 你来的时候 带一些礼物来 但你来的时候 如果你住在我们当中 你现在就管我们了 这是人之常情 你的好朋友来带房 从美国来看 你看很开心 你真相信他会带点礼物给你 不过这次朋友来的 其实有些比过去几次出差 住在你家两个晚上 不过有一天这个朋友来了 今天我可不可以 公司虽然给我外面可以住房 但我真的住在人家很温暖 可不可以接受 我要在人家住了一个月 你马上就说 要不要跟我先生讨论一下 为什么我们爱神 又这么不太的喜欢跟爱情 我一直在问 其实我可以讲几百个问题 这是我的问题 神说很简单 你讲了半天我 你研究了半天我 你跟人家讲了半天 传扬半天我 你还没遇见过我呢 所以诗人有一句话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就知道他多么的美 多么的善 你看看你的中文圣经 主恩的滋味 这几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没有的 点点点的 你要尝过主 你就知道他们多么的美 多么的善 感谢赞美主 主耶稣来到地上 这我们父亲也这么重要 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让我们能够尝尝他 主耶稣跟你我一样 他是神 但来到地上的时候跟你我一样 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肚子会饿 会哭笑 被人家冤枉的时候 他也会难过 等等等等 但从头到尾 这一样事情 跟你我不要 就是他们有罪 借着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知道 神是怎么样一位圣洁的神 真的有时候讲到基要真理 很多东西 可能我们要谈谈基要真理 到底哪一些才叫基要 有没有想过 问我们耶稣来到地上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 在你人上 他从来没有犯过罪的 你有看过这样一个人吗 所以今天很毛 牧师我知道我软弱 不过都是 我们大家都软弱 牧师我知道是个罪人 但牧师我看你也没有好到哪去 当你遇见这位神的时候 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罪 什么叫做圣洁 怪不得在旧约的时候 这人就离神还是很远 不过当神他们的显现 这人叫做会发抖 有没有听过这个 当你读旧约到西约 这人遇见神就扑扑在地上 连那个老约翰都这样的说 用他的话好像死了一样 主耶稣为我们来到地上 他们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圣洁 我们是不能去遇见他的 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不过主耶稣来到也让我们看见 这位神 道成肉身的耶稣 他算这么圣洁 他是怎么用他的大能来爱我们 这个永远讲不清楚 他因着爱用他的大能 翻转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活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 33年半的时间 特别那三年半的时间 请他留意他所做的 求于留意他所做的后面 他的动机 耶稣看到这边没有牧着 好像羊没有牧着 流离失所 他有大能力 但充满了神的慈爱 生上最高的程度 不仅是帮你们 这样的大能 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生命 也要进到你里面来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生命 三天前 叫做受难期 主耶稣就定在十甲上 他告诉我们 神多么爱我们 他也告诉我们 神的能力 可以把人的罪 人的捆绑 黑暗全身的瑕疵 可以从人上的罗开 他在十甲上 没有讲一句话 是不胜洁的 没有讲一句话 是离开了神的心里的 完了以后 从人的角度来讲 你我都可以这样的做 因为他可以做 我们也可以做 我们是人 只看我们要不要做 后面就带出来 三天以后 他从十里复活 保罗在罗马讲了很多 十里复活 证明他讲的是有效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 我为你死 但我死就死 我说我是你的救主 不过几天 我到哪里去 你都搞不清楚 没有 他的死 他的复活 让我们轻轻清楚地知道 他所讲的 没有一句话是落空 因着他的复活 这时候我也在讲 愿人福音乐讲 很重要 我要告诉各位 十甲没有任何神迹 请问 挂在十甲上 有什么神迹 是一个全然的破碎 是全然一个爱的彰显 但是在这个 没有神迹的同时 三天 如果真有时间的区别 三天时间 就带出一个 绝大的神迹 叫整个世界 改变了神迹 叫人的生命 被完全翻转过来的神迹 不仅叫人的生命改变 叫人的生活 也被改变 牧师你这样讲什么 主耶稣基督 不仅让我们知道神 祂如何圣洁 主耶稣也告诉我 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好叫神的神迹 能够从我们上彰显出来 你有神的爱 有神的怜悯 你愿意爱神 你愿意爱人 我可以保证你 神迹 随着那信靠祂的人 这是马可福音说的 你根本不需要求神迹 我讲这话 我在灵恩里面走了十几年 我认为这个秩序 又需要一点调整 你走在神的旨里面 你自然有恩告 不要操心 但不仅这样 主耶稣复活以后 有四十天留在地上 门徒看过道神入身的主 有些门徒也看过 复活的主 但今天的李我 包括当时的门徒 当主耶稣复活生天 坐在父神右边 就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 今天 可能你没有看过 道神入身的主 你没有看过 复活四十天以后的主 在地上死 但是今天 主耶稣保证我们 一定看过那位 升天坐在父神右边 恢复三位一帖 第二位 永生神 主耶稣基督 这位救主 因为在今天 借着圣灵 祝福在我们的里面 我非常喜欢一个神学家 叫Oswart Chambers 圣灵的喜 跟今天 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 有没有与你同在 是一件事情 是绝对分不开的 如果你告诉我 有能力 有很高 有很高 但我还是问一句话 你看过这位复活主吗 你跟我说还没有 坦白说 对我来讲 我的神圈就很有问题 我想不通 很多的义教人 在灵里面 也有叫做能力 但能力从黑暗全时来 今天我要告诉各位 基督徒神恩的能力 是从神来的 你可以分辨吗 不要一天拿个头 给人家摸 摸了半天以后 变成什么样子 都搞不清楚 我这讲太多了 我们进到第二点 既然人不能够改变 他的生命 所以这边主耶稣说 他要来 主耶稣做第三个 就是他住在我们里面 借着圣灵 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OK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清醒有福了 我看到圣经所讲的 什么叫清新的人 我们先把这个字给弄清楚 清新的heart 你的心 当你绝对不是讲的肉心 圣经里面讲到心的时候 用几个字 一个叫heart 一个叫inner being 里面的人 甚至用现在的话 OK 我两分钟把它带过去 一个人 你要看一个人 从三个角度来看 一个叫做 他的人格 叫做品格 这个叫做character 人格品格 第一个是看到这个人的 所谓的 原相处的时候 用下的话叫做 这个人 很有人缘 意思说他知道 怎么跟人相处 这个叫做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等我再稍微具体讲一点 这个很容易相处 这个好难 甚至还用另外一个观念 除了我们的品格 除了我们的性格 脾气好不好 还有第三个 还有除了我们的 这个人的特征 英文这个字叫做 individuality individuality 欧永亮 再怎么样 他永远是欧永亮 他不是你 你也不是我 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创造中 有他的特性 纵然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有牧师 就是我们都叫牧师好了 但神在我们上 每个人的呼召 也不是一模一样 有些做先知的 有些做教导 有些做传福音 那很独特的 所以这两年 我们在教会 在做这个ID的时候 我们要把个人的特性 但这三样事情 都一定要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因为逃不开 我们讲这个特性 这点好强 它很容易 它用现在的话 叫做这个很有魄力 或者很有什么什么的 它很有专业 很有专长 这是它的individuality 很多人很难跟它相比取代 不过这样的人 一定可以跟人家相处吗 不一定 我的老板真厉害 但是我看掉他 我就怕 我的老板处理事情 真是很精准 但是我觉得老板 每一次处理事情 看他把人 都搞得头昏脑脏 这个叫做personality 这个人很有才干 这个人跟人家很柔和 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他会取代 不过我要告诉我 跟他煮酒 这个人很诡诈 这个人叫character 这个人很诡诈 牧师你要小心 不要认为他怎么样对你好 提示他 不论你刚从我这三个来分析 不过圣经用道的时候 我可以举很多这样的句子 罗马书读读 是讲到新的时候 讲三方面 一个就是你的emotion 你的感觉 我看到他喜欢就 真的不要说别的 也不是看狗的那个show 真的当宝贝一样 哇 有些小狗 真的很漂亮 好可爱 不过有个人要去竞选 不过那个狗 起码对我来讲 真的非常难看 我说居然有人会把 那个舌头一天伸出来 多难看 不过就是 你习惯这个习惯那个 就成为你的感觉 这种的感觉 这种的感觉 这种气氛 我感觉很好 这种感觉受不了 当我在北美 我们读书的时候 我是读研究所 我跟一个香港来的老钟 他是读under undergrade 还有另外一个 德国 他的祖先是德国 他也读undergrade 我们三个 因为我三个卧房 所以我们就继续 这样分担比较便宜一点 有一天 我在这个香港来的 他常常在China打工 所以他对我真的很好 有时候要带点东西给我吃 不过有一天 他放假 他就叫我 James 今天我要煮个菜给你吃 我们广东最喜欢的是 豆豉真排骨 我说真的 好多年没有闻到这个味道 没想到 我们准备要吃的时候 那个德国的同学冲进来 一直说 没有讲第二声 Yuck 然后就说 What's going on 把门打开就冲出去 这是文化 原来发现 他在我们这个书 他什么都不煮 他只会煮一个热豆 煮一个豆 其实煮都不用煮 把热了就可以吃 所以他的东西 真的 不要说吃没有味道 连闻都没有味道 Emotion 在这种事情中发现 你马上就会思考 我该怎么办 我喜欢的该怎么办 我不喜欢怎么办 这是你的mind 第二个 你的思想 当这两个走过以后 最后你一定要做个决定 我要留在这里吗 我要离开吗 这个事情就像过去吗 还是我要做个改变 这是你的will 你的意志 你的emotion 你的mind 你的will 你的感觉 你的情绪 你的思想 还有你的意志 其实当神造人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三样 放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圣经告诉说 我们是造他的形象 造他的样式 当然神没有形象 没个image 没个像 所以我们也不会是造一个像 那句话 如果你查字典的话 那句话讲的就是 神把这三块 功能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有感觉的 我们有思想的 我们有意志的 所以我们是造成的形象 就是这三个功能 放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按他的样式 什么叫样式 当我们发挥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成神 神要我们做 我要告诉各位 神创造你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让你活出祂的旨意来 这是在灵灵堂 我讲了几十年 你在爱主 在做什么 只问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走在祂自己的里面 走啊 不是说是对错而已 这是神要你做吗 神要你做爱主 神要你留在职场吗 还是要出来做传道 神要你在职场做这个 做那个 我不说做对的事情而已 做在神的计划的里面 做在神的安排 被造成我没有这个功能 只有你 只有我才有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 照祂的样式来做 我们有心 这个判断 我们可以知道 什么喜欢不想 我们去判断 最后我们做个决定 因为神让我们能够活出 祂造我们的目的 发挥我们的功能 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心 什么叫清心 我要快一点 清心 这个字在原文是 你听得很会笑 清心这个 清这个是pure 不论用动词用名词 pure这个字 我告诉各位 叫泄药 泄药 为什么要 因为我们的心 本来就不飘 我们的心里面 有很多的杂质 我们心里面 有很多环境 所塑造出来 成见 主观 管它对不对 我喜欢就这样 我就是不顺眼 我就是摆不平 不见得一定是对错 我们里面有许多杂质 我们常说 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但你是一定要受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是圣灵与火的洗 因为圣灵的洗要做另外一个工作 这种炼镜的工作 所以就带出这个字 另外一个解释 什么叫做清 就是牛奶里面没有加上东西 就是酒里面没有加上水 就是铁里面没有加上水 一说 不仅这个东西是存的 这个东西的价值也是存 牛奶就是牛奶 牛奶这跟别的东西不一样 因为它是牛奶 那牛奶失去了味道 不是在是真正的牛奶 这牛奶有什么价值呢 这个字很有意思 清新 读到登山报训 因为我们还要讲下去 另外一个字 类似的 这叫做single eye 什么叫single eye 不要东看西看 其实那个字的意思 就是 我相信在座各位 大概99.9%吧 应该这样 就你射箭的时候 你会张开两个眼睛吗 你打靶的时候会张开两个眼睛 你一定是把眼睛一个眼睛闭起来 只用另外一个眼睛看那个目标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操练 你需要一个眼睛 你的眼睛要看见神 把东西劳持 这是一方面 当然要专心到一个程度 所谓的用心到一个程度 我要告诉各位 我操练这个 神啊我要看见你 如果我不看见你 我就坐在那边发呆 如果今天还是没看见 你还是要做事 第二天再来 因为出神的应许 我不一定遇见他 因为他告诉我 看见复活的主 已经有福的 但没有看见 更有福 我要更有福 那时候我还不懂圣灵工作 只要圣灵工作 浇灵我的时候 清新有福了 原来谁能够登叶华的山呢 谁能够这样圣锁呢 就守节庆 什么叫守节庆幸 把你身上砸死挪开 然后专心地寻求 专心地仰望出 然后当你遇见这位主 是他绝对会感动在你的心中 他甚至会对你说话 甚至我要告诉各位 这是真的 他可以站在你的面前 他可以伸出你的手 按手在你的身上 当你服侍人就说 为人家可以祷告 牧师 你刚刚没有推我 对不对 我说没有 我知道没有 因为我感觉 一个力量来说 我就张开眼睛看看 牧师 我离开 我还两三步 你不肯推我 那天我就补一句话 那谁推你呢 你不相信神会推你吧 今天这是我们的困难啊 不可牧师一件事情 不相信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牧师 我已经被主摸着 那怎么办 千万不说 你躺在地上就了事 你要跟神说 多一点 你不要瞒了 我已经倒了 我已经被神摸着 我赶快 我去煮饭 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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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就是离开那个聚会 我跟一些牧师 那人躺在那边 几个人 不要动他 神在做抑制 可能他在那边 躺在半个中楼上 有些人跟我说 牧师你讲道 我在躺在前面 你讲完了 你讲完了 我都听得见 我起不来就起不来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个力量 那什么力量 谁也没摸他 是神 他起来积绝骨就好了 若不在这个人的当中 得见耶和他的恩惠 我不敢说你们 起码我说我谁 我早就上诞 我干什么 这不是夸口 请问敌宫师 如果这样的话 你误会的意思 这是神在你那种心意 这是神在你那种心意 这是神在你那种的带领 神要你做成这样的事情 所以很重要的 第一个我们讲 心心是神所喜悦的 这句话我很想把它带过去 耶利米苏那边说 十七 九到十九 我讲到这第三个 讲到这 人的心神鬼诈 这样叫耶利米苏的时候 我有一点回过他来讲 我突然想到 今天的经文是主要是说 鬼诈这个词是蛮麻烦的 因为原来文字 这是中性的 当然犯着鬼诈 觉得是消极负面 语诈是讲到这个思想 在考一些事情 你可以考虑成为好的结果 你可以考虑成为做坏事的 一个 带出一个理由 我偷这个东西 被抓到怎么办 所以我找个理由 我思想怎么办 万一被抓到 我本来就要拿去给警察局的了 但其实他心中要的 所以这边说 人的语诈 这边讲到thinking 有人比这个万物 能够所谓的鬼诈 谁能够湿透呢 其实后面问一句话 跟姚恩经文 谁能够改变 所以诗人在诗篇51篇那边就说 求你给我造个正直的心 给我带出一个正 这边所说的 就是有正直的清洁性 人不知道自己的诡诈 就是知道自己的诡诈 也做不来 所以保罗最喜欢用这句话 诡诈就是欺骗的意思 你欺骗人是很可恶的 不过保罗更用这句话 你欺骗自欺 人做自欺 那是很可悲的事情 不知道 知道也改不来 这又怎么办呢 怪不得大卫 诗人 在51篇这样的说 神啊 求你为我制造一个清洁性 在我里面再次重新有正直的灵 神在我里面制造 溃悦一个新的心 这就是我们信的弟兄里面 弟兄姊妹们 为什么你会重生得救 不是修改修改 然后在里面重新restore 把一个何无神性的灵 或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回心恢复 我们是造神的信仰 暗生的样式 神想的就是我们神想的 明白 神的事情我们要明白 而且我们造神的量去做 造的话去做 圣灵就会帮助我们 做成神要做事情来 清洁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神 刚刚我已经其实讲了蛮多 所以我用这个结论 你说神一定会向我显现 当我讲约翰福音的时候 这些经文是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提醒 第十四章 或是雅各前面讲 第四章八节 你们亲近神 神就闭起你们 有罪人 你要洁净着手 身怀恶的人 刚刚我已经 这个心怀恶 叫那个single eye 就是清洁的意思 要清洁你们的心 不要两个眼睛 一个看神 一个看世界 到十四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节经文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命令 我不爱他 我也要爱他 必须要向他实现 你爱主吗 先问这个问题 你爱主 不但我爱主 我聚会参加鸡汤 我做这个 从主耶稣的脚头来讲 你说法律上 爱不爱主 以他们的行为来讲 你说祭司爱不爱主 以他们的行为来讲 谁敢说他们不爱主 人家祷告 可能有一天去圣殿一次 有一次三次 有一次七次 法律上去得更多次 一个爱主 圣经给一个清楚的 definition 就是遵守他命令 由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 不仅讲到命令 这是外在的行为 也讲到里面的心态 我要告诉各位 当你单单以神为你的神 追求 寻求他 不是属于他东西 把它放下 如果任何东西 搅扰你 叫你分心的 都把它挪开 这个叫做 遵守他的命 因为你要知道 他的心意 因为你要寻求 他的旨意 因为 神啊 谢谢你告诉我 我就照你的话去做 神给你的reward是什么 过去我做一个基督徒 神啊 我乖乖 我遵守你的指 我爱你 你就给我更多 更多我要的 不要给我一些 我不要的 这个典型的基督教徒 等下会生根 我反正这么宝贵 我就说 神啊 把你的心 更多向我打开 更多向我 我要照你的心去做 对我 或透过 对这个环境 对这个教会 对这个世界 告诉我 有时候神说 OK 那你就这样做 我就突然发 哎呦 我这个 像把彼得一样 跨口太快 我做不来 我就跟人说 我做不来 当然是神没有笑我 你做不来 问来干什么 OK 神说 没关系 你做不来 既然你问了我 你要做 我跟你跟你讲 要你这样做 你做不来 我的灵会帮助你 这就是我 我被圣灵充满 我没有去拿个头 给人家摸 我也不是说 我要按钢 按钢 然后做这个 做这个 有人发现 我里面还有很多 不清新 我要做这个 因为比你厉害 我要做这个 因为怎么样 被人家尊重 过去 我是爱主 遵守主的命运 爱主 因为我要得着更多 我要从神身上得着 不过有一天 你遇见这位神以后 你突然发现 他全然美丽 你就愿意更多地 照这位神的心意 做 他为你预备做的事情 不要停在这里 不要停在这里 更多 更多 不过你还是要问一个 很具体的问题 那我通通这样为神做 我得着什么 我得着什么 如果今天这个信息 只有这句话 能够将我们帮助 我希望这句话 尊重 当你全然只为神来做 不为自己 不管别人对你的看法 讲法 批评论 有个极大的奖赏 会临到你 他会向你显现 他会向你显现 我向求神 向我显现的时候 不是我求马就来 一次没有 三次没有 但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 求神向我显现 是我的最大的渴望 不在同时当中 神让我操练 怎么走在他心里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像雅各说 若是我们亲近神 神必定会亲近我们 若是我们爱神 这我们每个人会讲 神必定会爱我们 圣经一定会帮助我们 所以《史无行传》第八章 第一章第八节 当圣经落在我们上 就得着人为神做见证 有说我们就有恩高 有讲道的能力 有一致能力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解释 我不反对 因为是可以这样解释 但我的领受 在从解经 从文字角的 我觉得另外一个解释 这是我的领受 当圣经落在我身上的时候 刚刚已经说了 神还我爱你 我要知道你的旨意 我要做成你的旨意 等到神告诉我 永谅 这是我对你的旨意 我听到 哇 吓死 原来我这个胯口太怪 我做不来做 神说 没关系 你的心我知道 我也知道你做 所以我差遣圣灵来帮助你 而且圣灵给我最大的帮助 这是跟很多灵恩朋友不一样 圣灵给我的不知道 就让我能够遇见这位 住在我里面的 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真神 我很喜欢保罗讲一句话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死下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 保罗说没有 如今是圣灵在我里面活着 也没有说父神在我里面活着 当然这没有这么绝对 三位一体的圣灵不分开 他特别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以至于我做任何事情 可以自然而然的 想到基督 为了基督 就可以自然而然 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我们一起来看 一书三章二到三节 这两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 弟兄姐妹 今天你遇见主 不只是为了今天 不是为了神的救温临到你的肯定 还带出一个盼望 今天如果你都不能够遇见这位主 我都不能够遇见这位主 你有把握将来会遇见这位主 Think 今天你没有经过神的意志释放 你这样子 我有把握神一定会有 我就不用戴眼镜 No 理论上绝对没有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你遇见了主 知道主在他救恩 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 你今天遇见这位主 知道今天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有神的旨意 而且在神的旨意当中 祂会引领你 甚至你需要的时候 祂会给你一个叫做恩膏 让你完全神的旨意 Then how about tomorrow 将来 更多前说讲到 今天我们对看主 好像对着镜子模糊观看 不过有一天 我们与他面对面 保罗说 约翰也证明这样的说 今天你认识主 可能是对你说话 跟你显现 甚至他真的 但你对他的认识 还是有个程度的认识 不过有一天 你会与他面对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我与他面对又怎么样 当年的以色人 是不敢与神面对面 摩西引上去就 原来与神面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就会向主耶稣基督 他们就会向神 永远我们不会变成神 The reason 你我 能够更多地向主耶稣基督 是因为你天天 与祂面对面 以至于有一天 你看到耶稣 你熟得不得了 因为在每天生活里面 你增加了你对祂的认识 这是第二个 今天你的经历 可以保证你将来 这叫信心 今天的经历 让将来那完美的经历 可以完全 我常常这样说 今天我们这个基督 恩典经历到我们 但是我一定要 祝福在座每一位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好大家在后头 第三个是什么 这段经文 我可以讲五点 我可以讲三点 你开始过一个 清醒的生活 你会开始过一个 分别为胜的生活 你开始过一个 放下的生活 你可以开过一个 专注在主上的生活 没有盼望 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 今天我们在这样努力 都是斗全大空气 奔走没有定下 只是一些宗教的活动 让我们热心热心而已 但我知道做件事情 我可以更多遇见主 不做事情 让我更多的摸着主 成圣是一条道路 成圣是一个过程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 日头生大正午 它必定会越走越明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站起来 天后我们在县上 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做我们自己在这 交战的手中 做你是乐意上 我们显现的神 你乐意来到地上 到城中 你乐意从死里复活 留在地上四天 如今你更自乐意 借着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天天敬到这位 又真又我的神 祝我们渴慕你 主啊 我们渴慕你 求祝你见过我们的信心 抓住你的话语 让我们定要寻求你面 直到我们与你面对面 我们定要得着你 以至于有一天 让你完全的先得着我们 否则 我们的信仰是不纯 因为现在半天 我还是要我们自己的东西 否则我们的信仰是不真实的 因为信的基确 我们的老我还是老我 改变我们 我知道我的心真是诡诈 谁能救我 谢谢耶稣 你来拯救我 借着死跟父王让我知道 你的拯救的功效 确实在我的身上 借着我每天的生活 生命的改变 我更知道 你不仅是拯救我的主 你是为我同住的神 圣灵的群体 做共产党 做成工作来荣耀你的命 主耶稣 你是又真又我的神 你是充满大能 也满有怜悯 满有慈爱的神 我们共同学 把站在前面 用什么交战的手中 你与他们同在 向他们显现 对他们说话 在他们身上 成就你的意志跟释放 成就你的站在那重新建造的工作 好 让他们身心里都能够得到帮助 我也祝福今天在座 新来的朋友 特别还没有信 认识耶稣 还没有信耶稣 主啊 今天求你用的话来感动他们 特别新来的朋友 若今天神的坏 对你有帮助 你需要更多的认识耶稣 等我们聚会完了以后 你可以从我左边 这边走出去 在你的右手边 我们有个218教室 我们那边有同工会 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主耶稣基督 祂是怎么样一位神 一位救主 帮助你 认识祂 帮助你归向祂 当然还有其他的需要 我们也可以在 那个同工帮助的旗下 让你能够得到帮助 所以等我们聚会就停在这一段 我们分开的时候 我们求神继续带领我们向前 愿我主耶稣 祈祷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感动交通 使得公平和平和喜乐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感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